好吧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混上了一个展台 在大奥馆的那个坦克展台 然后这一次坦克是发布了两款车型 是第一个是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 特别热火的那个坦克500 还有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坦克400 其实从这两辆车上面来看 我其实没有特别能看清楚 现在坦克命名的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这辆车跟坦克300 还有就是坦克500的看起来关系都不大 它的整体的这种设计 会更加的见能见脚一些 其实整个这辆车的设计 让我想起了那个东风的猛式 之前那辆军车 它的整体的这种角度的这种线条 可能会更加的硬核一些 特别是这种车灯的设计 然后整个中网其实做的比较小的 除了这个巨大的车标之外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那个平面的一些套件 整个开上去会有一种那种 未来机甲的那种风格 倒不是特别像一种运派的这样一个车型 然后整个车灯的话 这一块其实设计是比较有特色的 采用了这种纯折角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在这一块还做了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造型 在这里有一个坦克的标 然后这辆车应该是定位相比500来说 会更加的硬核 更加的越野一些 用上了一个越野的轮胎 采用的是一个全地形胎 然后接着我们往后面 被看到像这种细节都是直接把这个锚钉外露 强调它特别硬核的这样一个造型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人脸识别的一个组件 我们依然在外面 因为确实是人太多 简单的看一下那个内饰的一些细节 整个内饰其实也是这种偏平直化的这个造型 然后仪表的话中间有一个传统式的 我们下期再见 车尾它直接把轮胎是直接裸露的挂在这个地方 说实话这个设计并不算特别的好 它会带来一些小缺陷 但是从视觉效果看还是比较的不错的 然后它也是用了这种裸露的锚边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辆车现在只是一个亮相的一阶段 具体后续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定价和一个市场的一个策略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辆车能够尽快的上市 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特别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从现场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国内的消费者对于这种个性化的越野的车型 其实还是很感兴趣的